上汽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漫威电影宇宙中上汽的全名叫徐上汽 他的父亲是漫威电影宇宙的原创角色徐文武 母亲名叫应力 是一名会使用气功的功夫高手 但是其实在原著漫画中上汽的原名叫郑商汽 出身于河南 父亲是漫画中的反派郑族 母亲则是一名白人 知识二 上汽从小隐居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并且从小接受父亲和师父的训练 长大之后成为了一名武术大师 后来得知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妄想征服世界的魔头 便摆脱父亲的控制 走上英雄之路 而上汽的人物灵感来源于功夫巨星李小龙 漫画中的人物形象也是与李小龙十分相似 知识三 上汽是一个没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 在与其他的超人类对手战斗时 都是靠着自身的超高功夫将其击败 上汽在漫威中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术家之一 擅长徒手战斗和冷兵器作战 精通多种功夫武术和格斗技巧 虽然上起的设定中是没有任何超能力 但是在漫画中却有短暂的得到过无限分身的能力 感染过蜘蛛病毒得到过蜘蛛侠的能力 也使用过皮母粒子随意变化大小和得到过部分凤凰之力 但是这些能力都是短暂的得到过而已 知识四 在漫画中上弃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武术家之一 经常会被其他副手指联盟成员尊称为功夫大师 在漫画中就有当过蜘蛛侠的师傅教过他功夫 在蜘蛛侠漫画大事件蜘蛛岛中 蜘蛛侠失去了蜘蛛感应 于是拜师上气 学习新的格斗技能 以求在战斗中获得更高的剩余 除了蜘蛛侠之外 上气还教过美队 钢铁侠 黑豹等超级英雄 知识五 电影中的石环是漫威电影宇宙的原创神器 它的原型在漫画中被称为世界 世界的每一个界子都可以操控不同的能量 分别是火焰 雷电 切割光束和物资重组等十种不同的能量操控 拥有者可以正面硬钢灭霸 在电影中之所以改成石环 是为了避免能力与无限宝石相互重叠 电影中的石环虽然没有像漫画里的世界那样 可以操控各种物质能量 但是可以赋予佩戴着不朽和巨大的力量 包括增强力量 发射震荡能量冲击波 而徐文武就是带了石环之后可以长生不老 在电影中他的年龄已经有一千多岁了 知识六 在电影中出现了好几种山海经理面的一首 它们分别是蒂江 凤凰 九尾狐 麒麟 神龙 龙之九子的酸泥 而这只试魂兽不是山海经理的一首 它是一直在漫画里克苏鲁西的试魂兽 在漫画中是奇异博士的敌人之一